政府深信呢 每個殺人的無法無天的殺人者 黑社會 做壞事的 殺了再燒 尖了再殺 這種的都是可以叫化的 台灣你發生任何事情呢 你想要的公理正義在我們台灣抱歉 沒有 台灣沒有公理跟正義 抱歉 台灣是犯罪者的天堂 如果你可以不要來就不要來 我不想給你美麗的謊言 我講的是真真切切的事實 台灣的司法很糟糕 也沒有人願意改 立法委員是來賺錢的 不是來修法的 馬來西亞的朋友們 各國的朋友們 如果你來台灣被殺 剛好而已 來跟這位馬來西亞的爸爸說聲對不起 你要的公道 我們台灣政府沒有辦法給你 台灣政府呢 台灣政府就是 被害者 沒有人權 然後 殺人者 加害者 有人權 那我們政府深信呢 每個殺人的 無法無天的殺人者 黑社會 做壞事的 殺了再燒 煎了再殺 這種的都是可以叫化的 台灣政府 已經經過了4年了 我出來罵了4年了 完全沒有任何的改 就算再罵40年 也不會有人改 也不會有人改 所以不好意思啊 馬來西亞的朋友們 如果你要來台灣 請 先知道 台灣你發生任何事情呢 你想要的公理正義 在我們台灣抱歉 沒有 台灣 沒有公理跟正義 抱歉 台灣是犯罪者的天堂 如果你可以不要來就不要來 我們台灣的刑法這340年來不願意改 就算是判處死刑也不會有真正的死刑 好不好馬來西亞的朋友們 我們台灣最喜歡養死刑犯了 那些死刑犯呢 各個都殺了超多人的 就算被判了死刑他還是不會死的 第一 我們台灣 判死刑 等於 無期徒刑 就是關到死啦 叫死刑 我們台灣判無期徒刑呢 是會放出來的 那我先預告啦 這個最後的決定 這個人一定是可教化 因為才殺一個嘛 殺不多嘛 殺3、4個都沒有判死刑了 殺一個算什麼 也許很多人聽我講這句話 館長有沒有搞錯啊 你這樣講話啊 我不想給你美麗的謊言 我講的是 真真切切的事實 台灣的司法很糟糕 也沒有人願意改 立法委員是來賺錢的 不是來修法的 立法委員是來幫財團服務 都說 我們一定會 改革改進 幫人民做事 事實上 每一個政治人物上來都是要圈錢的 立法委員沒在立法的 所以 不好意思馬來西亞的朋友們 各國的朋友們 如果你來台灣被殺 剛好而已 剛好而已 那不要來台灣就好了嘛 對 就不要來台灣就好了 好不好 不要認為台灣的司法會給你什麼公道 我們台灣的政治人物每年都在忙選舉啦 台灣的什麼東西都不會更改啦 台灣的家嗎 台灣的司法會給你台北